脸型像个酒坛子 面骨厚重 五官饱满 浮运根基深厚 额头圆阔 发际线齐整 聪明又有头脑 早年易得祖印的庇护 尤其是额侧一马宫 饱满开阔 出行欲贵人 适合在外面闯荡发展 只是额稍歪 官路宫见疤痕 难入宫门 比较适合进入私人企业 或者大公司 眉头聚眉尾散 坐视三分钟热度 少耐心和坚持 眉尾散才也难聚 不过眉毛顺滑 颇有喜感 亲和力比较强 人缘不错 易得贵人帮扶 大小眼眼神漏 容易识人不明犯小人 卧蚕饱满 本身也是开朗有喜感的人 异性桃花比较旺 但是夫妻宫见智干扰 烂桃花亦侵扰 不过鼻高龙启示 中年有见大财的机会 中年在婚姻当中 有些偏强势 鼻孔大 所谓财大气粗 出手大方 一路锋芒而露财 全股饱满 人脉广 圈子大 中年也亦得贵人帮扶 鼻大 下唇外翻 物欲偏重 花销不小 上唇稍薄啊 加上质干扰啊 讲大话 爱吹牛啊 一番口舌是非 人中见钩 子似风浓 下把剑都 晚年能享子孙福啊 好 感谢观看